纵观人类发展历史 科技创新是引领民族进步 国家发展的不节动力 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初 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 中国一直占百分之五十四平山 但到了十九世纪 这个数字骤降为百分之零点净 英国学者李约瑟 在他编短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 曾提出这样的疑问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 做出很多贡献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 没在中国发生 这一发问看似科技之问 实则是发展之问 科技心则民族心 科技强则国家强 新中国75年的发展 从实践的角度找到了破解 李约瑟兰迪的密码 新中国75年的变化 让这片土地成为了适合科技创新 万物生长的土壤 今天 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技 人才 创新的战略意义 提升到新的高度 汇聚器的磅礴力量 正书写着决胜未来的新奇迹 约翰罗杰斯比克曼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这位英国生理学家 于2011年来到中国工作 建立了中国首个人类双标水实验室 使用稳定同位素作为介质 来破解人体代谢难题 也让中国成为继英 美 日等国后 极少数拥有双标水技术的国家之一 今天和约翰·罗杰斯比克曼一样 越来越多的优秀科学家和创新人才 向着中国而来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有278位 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由2012年的324.7万人年 提高到2022年的635.4万人年 稳均世界首位 然而 当时光回到75年前 新生的共和国 人才家底 熬如一张白纸 1949年 全国5.4亿人口 文盲率高达80% 专门科研机构仅有30多个 自然科学研究者不足500人 1950年8月31日 128名留美学子 响应祖国号召从美国距金山出发 一同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带来了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的希望 一搜搜巨轮 满载着一颗颗知识豹国的赤子之心 实向百废戴心的路乱 到1957年初春 归国的海外学者已达3000多人 约占新中国成立前 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半数以上 回国是不需要旅游的 回国的科学家和这些 留在国内的这些科学家 他们是我们新中国科技事业的 主要的奠基人 英才汇聚 基础出场 以1949年 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为起点 全国各级科研机构 逐步恢复建立起来 到1956年 全国已有地方科研机构239个 研究人员4000余人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 党中央向全党全国 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6至1967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随之出台 这个被称为12年规划的方案 将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 尖端科技放在了首要位置 就是制定这样一个 这么长期的规划 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过 12年规划的一个方针叫 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任务 来带动学科的发展 1955年 在美国被转禁五年之久的前学森 终于冲破重重障障碍 回到祖国 那时人们很难想到 他的归来将会启动一场 怎样惊天动地壮举 他跟他这样就跟我谈谈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 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外国人能搞的 中国人也能搞 数万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大军 奔赴青海省海燕县金银摊草乱 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神秘家园 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是因为保密的原因就消失了 原来在这拍过一个电容 叫金银摊也不能放了 这个地方就化为禁区了 84岁的魏世界 离开金银摊已经20多年 那片遥远的戈壁荒滩 在地头上消失的岁月 驻留着他火热而沉默的青春 大军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一进去的时候 那是六七月份我们下雪 不能硬和讲 外面发的工作状况 其实是国用总和机械厂 没有地址 也没有设在青海 他在这就是干什么 做隐姓埋名人 干惊天动地事 在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 魏世界固定的任务 就是负责炸药部件的性能测试 天天与炸药打交道 他比任何人更能体会 粉身碎骨的汗 公合爆炸了 快救人 发生一次爆炸 离着我们很近 尽埃着他 第二天我们到现场看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一个像样的 就是从块的那个遗体没有 但是我们国家交给我们 制造一个公合国的盾牌 核盾牌 在这个地方即使是牺牲了 应该也是光荣的 就是这群 谁也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 默默钻研 让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一次又一次在世界舞台上 迎来高荒时刻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产 三 两 一 起爆 1967年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轻弹通爆试验成功 变火 变火 1970年4月24日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条件 能把第一颗卫星 在那个年代把它扔到天上去 确实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 真是感觉到阳眉吐气 从一穷二白起步 鸡贫鸡弱的新生共和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 迅速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 涌现出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 1977年 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 春雷滚滚 破寒霜 十届青金 赴考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月 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当时内心按捺不住的喜悦 当时广播宣布恢复高考 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非常兴奋 我觉得对自己来讲 觉得机遇来了 经过四十多天工作之余的紧张备考 西双版纳地质队勘探工人 郝月最终考取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978年 当二十岁的郝月在大学校园里 如鸡似渴求学时 这一年的三月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阐述了科学技术式生产力 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 这次大会标志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86年3月 王大恒 王干昌 杨家驰 陈方允 四位两旦一星元老 联名提交了一份 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知的863计划 党中央为此拨付100亿元装款 这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的决断和投入 让新中国科技的腾飞站上了更高的起点 2024年的春天 中国航天十分忙碌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5月3日 嫦娥6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要从月球背面挖堵回来 在此之前 神舟18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 我们是圆满成功 神舟18号打开 出舱将门 神舟18号明白 5月28日18时58分 神舟18号的三位航天员 圆满完成了首次出舱活动 这是中国航天员 在空间站阶段的第15次出舱活动 我以首舱反觉良好 三十余载 从零住梦 从无人到载人 从一人到多人 从舱内到舱外 中国人在太空的印记 不断刷新 当时以年借花甲 却义无反顾地挑起了众人 对未知的探索需要默大的勇气甚至牺牲 科学探索 科学探索 这里边肯定有风险 那么高风险的职业总是要有人去做 那么谁来去做呢 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责任 你就应该有这个担当 包经各种极限条件的考验 2003年10月15日 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 迎来真正的大考试课 我奉命执行 手持载人飞船 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 待命出征 出发 六五四三二一 点火 随着神州号载人飞船 成功飞天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自主 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起步晚于世界先进国家三十多年 但一代代中国航天人 一路追赶不断超越 2022年底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这一建设科技强国 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 成为了太空中最闪亮的星 中国空间站 永远值得依赖 2016年 863计划被纳入新设立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30年时间 它带动我国在航天 信息 生物 各种化 新能源等高技术研究领域 实现了由点到面 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运 在深邃的海底里面 每一阵空间 都被无尽的黑暗和激进包围 人类对它们的探索 在刚刚开始 深海 地球最神秘的地方追 2002年6月 科技部正式批准设立国家15863计划 7000米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 当时国外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仅为6000米 作为交融号载人潜水器的部组设计师 胡振与团队近乎白手起家 用十年时间实现了中国载人生前 从0到1的跨越 此后 在十二五八六三计划的支持下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成为中国人继续攀登的科学高峰 尽管下潜深度没撤到4500米 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自主创新 交融号上很多技术其实是设置于人的 我们要发展我们自己国家的深海装备体系的话 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技术体系 一步一步地去推进 第十八年监控公关研究 2017年10月 深海勇士号完成海上实验 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提升至91.3% 中国的深海探秘者们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角度 2020年11月10日 感慨非常地激动 通过20年终于是利用我们自己的技术 实现了全球最深处的宅人生前 这还是了不起的 这20年还是非常值得回忆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2020年 在奋斗者号的诞生地 无锡太湖之宾 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 组建成立 眼下科研人员正在打造一座移动的海上实验室 不容易下水了 我们的船 这艘全长110米的庞然大漠 是全球首艘深远海绿色智能技术试验船 它配备了一整套先进且完备的海上实验作业保障系统 以及多学科多功能实验室 能够完成深海生物 水文 地质采样 与分析等各类海上科学试验 将重点保障我国深远海装备战略需求 深海 基地 网络 外太空 作为国家安全的四个新空间 按照习近平总数据的要求 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太湖实验室 有信心建立一支这个 深远海装备的一把体系 向强国迈进 人类认知的边界在哪里 中国正在向深空 深地 深海要答案 从浩瀚太空到万米地界 从冰封极地到大洋深处 新领域的探索展示了中国探索者的勇气和智慧 点亮了人类文明 科技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要通过自力更生 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到党的十九大明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再到党的二十大 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列入2035年国家发展的总体物料 科技如果没有独立自主 发展的命门便会被别人打电 中国是现代化 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 隔顾顶心的勇气 坚韧不拔的定力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 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肩负其时代富裕的重任 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在江门大山深处 沿着1267米的斜井隧道 一路下行至地下700米 世界单体直径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 正在紧罗密码安装中 263块有机玻璃板 即将在2024年底合拢 届时一个直径35.4米的有机玻璃球 将成为科学家捕捉中微子的力气 工作人员会在球里 灌上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 中微子在宇宙中无处不在 每秒间就有700亿个中微子 从指缝中穿过 然而捕捉它却并非易事 江门中微子实验室 正是国家为研究这个幽灵粒子 揭秘宇宙起源而建设的 大科学装置 北京时间今年中午 2016年科学突破奖获奖名单 在美国加州硅谷揭晓 2016年 王一芳代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 登上了世界领奖台 通过泰亚湾的实验 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也奠定了一个技术和人才队伍的基础 那到了江门的话 这个它的实验的规模 技术难度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 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 向极微观深入 向极端条件迈进 向极综合交叉乏力 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不断强化基础研究 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 在量子信息 干细胞 脑科学 类脑芯片等前沿方向 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重大原创成果 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 持续增加 从2012年的499亿元 提高到2023年的2212亿元 基础研究投入比重 连续五年超过6% 一个高效协同开放的 国家创新体系 也成为基础研究的强大助力 江门中微子探测器研制 最难的一道观 就是被称为探测器眼睛的 光电倍增管 当中微子被捕获时 夜闪将发出微弱的光 4.5万只光电倍增管 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并放大1000万倍 从而获取到其能量 位置等信息 交由计算机分析处理 我们在策划江门中微子 实验的时候 意识到当时所有市场上 能够买到的光电倍增管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需要把它的探测效率 提高一倍以上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研发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光电倍增管市场 一直都被国外公司垄断 实现光电倍增管国产化 就如同横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 一座高山 因为要求技术很高 就是需要不停地投入 中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都认为这个光电倍增管 是一个西洋产业 能够参与江门中微子实验室 这一国家战略性先导科技项目 这让孙建宁他们看到了 曾经的西洋产业 再度焕发生机的可能 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要满足这个国家大科学工程 我觉得强强联合 当时就觉得应该能出更多的成果 强强联合 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 多所科研机构和这家企业 合作成立了产学研合作组 汇集多学科优势 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励下 所有参与方攥纸成全直击难点 通过章程 我们能够确保大家遵守 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通过管理体制 通过投票和民主程序 确定各自在这里面的贡献 让大家能够尽最大努力 做出贡献 最终历经四年艰苦卓绝的公关 2020年 1.5万只光电备增管 全部出厂并通过验收 实现了这项技术的国产化 对于20英寸光电备增管来说 现在我们国产的光电备增管的 探测效率 目前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中国制造成为了大国重器的 点睛之笔 而随着我国基础研究 持续加强 今天像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 这样的大科学装置 已经布局建设77个 中国散列中子源 中国天眼等30多个 已投入运行 这家企业所收获的 也远远不止一家的订单 还有四川雅丁 倒成高海拔宇宙线的观测站 仅凭中微子的项目 南海中微子等大科学装置转 促进了国内在中微子 宇宙线 暗物质探测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 快速发展 实现了核心探测器 自主口坑的目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乱交织的这个情况下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统筹 一切可以用于创新的力量 集中力量的 不断板 断肠板 创造我们可以快速发展的优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 重大场景需求 以创新联合体为抓手 打造新型举国体制新载体 各地热潮涌动 战 震撼 中国已是轨道交通大国 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稳居世界第一位 长春西郊 急迟的高铁列车近40%产自这里 几百米开外 一条钢铁巨兽从试验线上驶过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全球首列氢能源 事与列车 正在进行时速160公里运行试验 最核心的组件就是我们的燃热电池系统 运行过程中是完全零碳的 我们也是自主研发了这样的氢电 有核的动力系统 也实现了能量管理策略的一个自主开发 十余家企业和高校聚焦电池系统技术需求 开展联合公关 最终由其中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生产 这两家有着25年合作关系的央企和民企 从过去单纯的供求双方变成了创新搭子 对于我们民企业来说 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力还有资金 有相应的使用场景 现在有了这种创新合作的模式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民企业才有机会 有能力完成和实现新能源产品的制造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 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在河南的这个金属木框 一场爆破按计划结束后 无人挖掘机和无人卡车 相继自主进场作业 智慧矿山井然有序 安全高峡 一切都听应于300米开外的智能调度中心 一张图一张网一个中心建立了一个碳山运营大脑 把我们的安全设备农员全部都合到里一起 这就是我们跟顾教授合作的原因 因为他能够起到一个中心几非的作用 400公里外的西安 顾清华教授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矿山智能科学与工程团队第三代负责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这个团队就开始了智慧矿山体系的早期研究 然而象牙塔的科研成果却被长期数之高格 我们基本上很多的科研都领先于市场 就是大概在十年这样 但是后期没有进行推广应用 高效有技术 企业有需求 顾清华原本以为市场化推广顺利成章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 植物科技发明属于国有之产 在创业过程中如果失败 那就可能面临国有资产途失 要想释放科技创新潜力 就要啃下改革硬骨头 2022年3月 陕西在全省高校院所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 直击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读点 难点 把这个植物科技成果进行单列 解决了我们不敢转 第二方面就是禁止免责 让我们整个的管理体系 也能够大胆地往前创 就为我们整个的成果转化 其实保家护航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形成了一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和平台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 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使用权 处置权 收益权等 尽可能地赋予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人缘 2012年到2023年 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6000亿元增长到6.15万亿元 创新决胜未来 改革欢呼国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 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我们开始船前的准备会 今天我们直飞踏驶到塔神库尔根航线 是个高高原航线 执行这条航线飞行任务的 正是国产支线客机ARJ21 也是我国高高原机场 第一次迎来国产飞机第七航班 说起国产客机 C919的一飞冲天 让中国人的大飞机梦成为现实 事实上除了C919 ARJ21也堪称国产骄傲 这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 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短程新型波扇支线客机 一般的飞机通行这样的高高原机场 是不太容易的 我们两腰飞机飞塔朱尔根 飞机性能各方面是满足要求的 ARJ21现在的支线飞机的比例 是越来越高 4000多公里之外 位于上海敏航区的 我国首个国产商用飞机 运行支持指挥中心 ARJ21的实时数据都会汇集到这里 这是飞机制造商向客户提供 运行支持的一站式服务窗口 通过分析提出一系列的 优化的方案来 通过这些优化方案 再去持续产品的优化迭代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飞机没有最好的飞机 只有越来越好的飞机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 新疆帕米尔高原 我们帕米尔高原呢 也有一个机场 也是我们新疆高高原机场 直接就可以坐飞机 到我们的塔县来了 帕米尔高原东路的塔式库尔干县 古丝绸之路上的商务重镇 来自福建的90后创业者米卡 几年前在这里投资了一间民宿 航班的增加给这里 带来了更多冰山上的买客 2020年来塔县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种商业化 特别豪华的酒店 今年五星级这种酒店 它也入住了塔县 房间每天基本上都会爆满 这两年发展是特别快的 肉眼可见的 这些边疆地区 你一旦用大的机型进去 你会发现飞机坐不满 所以这种支线机型的话 恰好弥补了这个空档 我们也希望在不久将来 在中国天空上看到更多的中国飞机 今天国产大飞机C919 已经累计交付10架 ARJ21已经交付140多架 在全球10家航空公司运营 累计在国内外开通了500多条航线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推动国家进步 造福人民群众 从昆明出发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跋涉 潘乡斌团队终于抵达了苍原县 他们将对全线一万多名儿童 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现在是有点难 平时上体育课你追得上大家吗 12岁的小曹在这次筛查中 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明天我们准备给孩子做手术 我们大概有个半小时 我们就把手术给他做完 先天性心脏病是先天性畸形中 最常见的一类 其发病率会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加 苍原县先心病发病率 远高于内地千分之七到千分之九的均值 病魔如阴霾般笼罩着孩子们的童年和父母的心 我看到我的好朋友黄跳绳 还有大鱼猫球 黄蓝球的时候 我是挺羡慕的 我也想参加 听到梦王 山高路远 颇大勾身 落后的医疗条件和漫长波折的求医之路 让这个不幸的家庭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 我们到苍原大概两个小时 苍原到林昌三个小时多一点 从林昌到奎明七个小时 过去的人事我又不想提了 又伤我的心 失去一个 我再也不想再失去第二个 这一次北京的大夫来到了身边 手术室就在医疗团队随行的这辆车上 这个手术车是直接跟我父爱院的系统联系在一块了 很顺利 放了一个小小的空堵器 就把整个窟窿全部都堵掉了 也不用吃什么药 星期一咱们就正常上学 我们边家这种小地方来 我是相当感谢 把心脏手术 从要到大城市大医院做的大手术 变成走村篡寨的上门手术 医者人心的背后 是中国医疗团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科学 科技创新 潘香滨团队重构了整个引导系统 建立了包含17项新技术 23种新产品的技术体系 这个全新的中国方案 不开刀不用放射线 不用拳麻和气管插管 就能治疗心脏病 这就是总书记反复讲到的 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 才是新制生产力 那么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没有放射线了 我们可以保护患者 保护医护人员 显著降低了对医疗设备的 依赖程度 我们将近能够节约 三分之一的医疗费用 超生引导还带来一个更大的优势 就是非常的适合推港应用 如今云南省腹外心血管病医院 作为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 始终按照先心病患而 发现一例救治一例的原则 对患者开展免费治疗 并定期上门回访 团队已经培训了全球32个国家 千余名医生 超生引导介入技术体系 被联合国评选为全球推广项目 这是中国医疗技术 首次获得联合国资金 及外交体系的支持 向全球推广 已在68个国家 1,042家医疗机构应用 挽救患者20余万人 中国医生用科技创新 切实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医生在科技中 科技中的科技中 这方面的合作 大國崛起 科技威脅 中國科技發展以實力告訴世人 李約瑟之問已經永遠成為歷史 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航標 正在引領創新驅動的中國號巨輪乘風破浪 向著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奮勇前進